欢迎来到图书视野纵观天下 今天将带领大家一起浏览江苏25个美丽的景区 欢迎点赞订阅 1.苏州园林 江南园林甲天下 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誉 中国十大风景名胜之一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 苏州园林意境深远 构筑精致 艺术高雅 文化内涵丰富 折射出中国文化取法自然 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 是江南人文历史传统 地方风俗的一种象征和浓缩 展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华 是中华园林文化的翘楚和骄傲 主要包括朱正园刘园 网诗园 环秀山庄 苍浪亭 狮子林 藕园 义浦 褪丝园 二.州庄古镇 州庄古镇位于俗州城东南 昆山吾江上海三地交界处 有中国第一水乡 碧玉州庄的美誉 古镇四面环水 因河纯正 以水纯街 以街为市 水路纵横 明清老建筑 一河而建 景自行河道上 完好保存着十四座建渔园 明 清各代的古石桥 既有最具代表性的江南水乡风貌 又兼具独特的人文景观 主要景点有双桥复安桥 沈厅 张厅 米楼 全服饰财神居 三.中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 分为中山陵 名校陵 陵谷寺三大部分 各类名胜古迹多达两百多处 中山陵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 墓地全局城景中型图案 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陵 名校陵 是明太祖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民寝 世界文化遗产 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帝王林寝之一 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名 主要景点还有美林宫 一月台 石像路 梅花山 孙泉墓 林谷塔 五两殿 紫金山天文台 四 三国水浒城央视影视基地 三国水浒城景区位于无锡市滨湖区 是全国首家以影视文化与旅游 相结合的主题园区 三国城雄魂刚净 是为拍电视剧《三国演绎》而建 是刘备招新火烧赤衡 寿复诗 舌战群儒等 十多级重头戏的取景地 水浒城宫巧华丽 是为拍电视剧《水浒传》而建 景区内有皇宫相府 衙门 监牢 街市店铺及水坡 梁山大寨等 俨然一副宋代风情画 五 明山大佛 明山大佛景区位于无锡市滨湖区 大佛所在的位置 是唐玄藏命名的小明山 顾名明山大佛 是中国方五大佛之一 景区有小灵山 灵山大佛 天下第一掌 白子系弥勒 降魔浮雕 九龙冠狱 灵山放宫等景点组成 其湖光山色园林广场 佛教 文化 历史知识于一体 是中国最为完整 最为集中展示佛教文化的主题园区 六 同里古镇 同里古镇位于苏州市吴江区 宋代建镇 江南六大古镇之一 被誉为东方小威尼斯 富土同里 这类使建于明清两代的花园 四贯 宅地和名人故居众多 川字形的十五条小河 把古镇区分隔成七个小岛 而四十九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 以小桥流水人家著称 主要景点有三桥明星街 崇本堂 嘉音堂 罗兴州 珍珠堂 褪丝园 七 夫子庙 秦淮和夫子庙秦淮风光带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 分为夫子庙 白鹿州 老门东 大包温寺 朝天宫等景区 夫子庙是中国第一所国家最高学府 秦淮和是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和 名城墙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墙 三者交织串联起大量景点和文物古迹 自古以来都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 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 主要景点还有江南公园 乌一巷 王谢故居 朱雀桥 中华门 瞻园 八 环球恐龙城 环球恐龙城景区 位于长州市新北区 中国第一座以恐龙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游乐园 有东方侏罗记的美誉 包括中华恐龙园恐龙谷温泉 恐龙城大剧场迪罗水镇 三河三园等几大主题区域 拥有全世界第三台私立过山车 70多个极限游乐项目 每天30多场各种风格的主题演出 带领游客回到古老神秘的侏罗记时代 九 寿西湖 寿西湖位于扬州市寒江区 是著名的湖上园林 扬州雍龙华贵的象征 享有园林之上 甲鱼天下的美誉 寿西湖以寿为特征 湖面石宽石窄 两岸绿有成荫 园林建筑古朴多姿 园林建筑古朴多姿 园区内有很多桥 各有姿态 五亭桥上的丰亭几具江南特色 24桥延展出长红卧波的美景 十 豪河 豪河风景区位于南通市重川区 环绕南通老城区 形如葫芦 被誉为南通城的翡翠项链 是国内保留最为完整 且位居城市中心的古户城河 距今已有千余年历史 两岸有众多的名胜古迹 包括唐代的古刹天宁寺 南通古城墙一记北极阁 明代古塔文峰塔 江海第一山狼山 社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身的 敞开式环城旅游景区 十一 秦湖国家湿地公园 位于泰州市江雁区 全国三大洼地之一的李夏河地区 素有水乡明珠之称 这里风光秀美 水草风貌 远古时期 曾是珍稀动物麋鹿群聚的乐园 湛蓝的湖泊 交织的阁网 兴罗旗部的周滩岛屿 以及特有的湿地生态环境 与米夏河水乡民宿文化 是其独有的景观特色 十二 金鸡湖 金鸡湖景区位于苏州市吾中区 全国唯一的国家商务旅游示范区 传说吾王夫差的女儿琼姬训国于此湖 吾意中的琼姬和金鸡读音相近 金鸡湖婴儿得名 景区包括十大景观 万湖角 李宫堤 苏州中心 东方之门 音乐喷泉 金鸡湖大桥 文化艺术中心 月光码头成品书店 国金中心 李宫堤 是苏州金鸡湖中 唯一的湖中长堤 保留了传统的苏州民居建筑形态 湖光水色灯红酒绿 焦香灰映 令人沉醉 十三 镇江三山 镇江三山风景名胜区 位于镇江市长江南岸 由金山北顾山 焦山三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小山组成 是称金口三山 金山原是长江中心的一个岛屿 后随长江北移与陆地相连 在众多的名胜古迹中 金山寺无疑是最有名的 白娘子水曼基山 梁洪玉 雷古赞金山等 快智人口的故事 都发生在这里 北顾山的景点多余 三国故事有关 以甘露寺最为出名 是刘备昭亲劫持孙上乡的地方 梁武帝登上北顾山时 曾骑书天下第一江山六字 新契级由北顾山 曾留下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名句 郊山是长江四面环水的岛屿 山上古墓参天 隐藏着许多石刻古碑 以及寺庙等众多景点 以山水天成 古朴优雅文明于世 被誉为书法之山 十四 圆头主 圆头主是一个横沫在无锡太湖 西北岸的一个半岛 因巨石吞入湖中 形状酷似神龟昂首而得名 有太湖第一名圣之称 圆头主有冲山引秀 木顶银辉 圆主春涛横云山庄 广福寺 太湖仙岛 江南兰院 中日樱花有翼林等众多景观 游客可以游览庞大的圆林群 坐船感受太湖的烟波浩渺 登太湖仙岛一探秘境 也可以在春日来此评赏樱花 体会太湖价决处 意境在源头的意境 十五 无中太湖 无中太湖旅游区 寓于苏州市西南 太湖之宾是无文化的发源地 天然的历史文化博物馆 游孙子兵法诞生地穷庐山景区 碧罗春之乡东山景区 苏州最美山村望山景区 太湖湖滨国家湿地公园 四个部分构成 古镇 古村 古岛等历史人文景观 宛如点缀在太湖山水之间的 苛刻明珠 数量之多档次之高 堪称世界之最 十六 沙家邦 沙家邦 渔山上火旅游区 位于苏州常熟市 这里气候宜人 地肥水美 物产丰富 民风纯土 素有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 渔山是国家森林公园 因上周之际 无敌先祖渔种葬于此山而得名 上湖与渔山相依 因商墨江太宫 在此隐居垂调而得名 湖内湿地遍布 欧陆飞翔 为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湖泊 沙家邦因京剧而闻名 影视文化游享于国内外 拥有独特的历史人文和自然生态资源 十七天目湖 天目湖旅游度假区 位于常州立阳市 因属天目山于脉而得名 主要由北岸的天目湖山水源 和东南部的南山主海与水温泉组成 湖周围青山 环抱湖岸 曲折通幽 湖中岛雨散落 湖水清澈 风景秀丽 被誉为江南明珠绿色仙境 主要景点有五元山 蔡雍读书台太白楼报恩禅寺 龙兴寺就指天下第一时拱霸 十八茅山 茅山景区 位于镇江聚荣市 和常州金潭市的交界处 自古就是道教圣地 是道教上清派的发祥地 被后人称为第一福地 第八洞天 享有秦汉神仙福 梁唐宰相家之美玉 东晋葛洪 南朝桃洪景都在茅山修炼过 山上道观遍布 其中以九霄万福宫和元福万宁宫最为著名 和称为茅山道院 十九州总理顾礼 州总理顾礼景区位于淮安市淮安区 主要包括顾居纪念馆 总理童年读书就指驸马乡历史街区 河下古镇五大部分 是这位历史伟人出生和童年生活的地方 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我国最著名的名人文化景区之一 河下古镇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 这里曾诞生金国英雄梁洪玉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等历史名人 明清两代这里曾出过六十七名近史 有近史之乡之称 文化底蕴十分深厚 二十 中华麋鹿园 中华麋鹿园景区位于沿城市大峰区 黄海之滨 是全球唯一一湿地生态 麋鹿保护为主题的旅游景区 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 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 拥有世界最大的麋鹿基因库 除麋鹿园之外 还栖息着丹顶鹤东方白贯 白尾海雕 牙张豹猫等四百多个动物家族 成群结队的真秦异寿 一波万寝的芦苇荡 构成令人陶醉的生态风景画 同时又组成了一个天然美丽的动植物王国 21 云龙湖 云龙湖风景区 位于徐州市全山区 是徐州州最优秀的自然景观 也是徐州的标志性景点 云龙湖东靠云龙山 西伊寒山天启山 南威全山珠山 三面环山 一面临城 景区内湖泊浩渺 山色蝶翠古往今来吸引了众多游子 苏东坡任徐州知府时就十分钟情于此湖 主要景点有汉画像使馆 汉木刘备全 水上世界 生态岛 十里杏花 冰湖公园苏公园苏公团 二十二 花果山 花果山景区位于连云港市 海州区南云台山中路 因古典名著系游记的加持 而文明于海内外 自古就有东海第一圣经 海内四大名山的美誉 故事中出现的水帘洞 花衣石老军堂县人桥 南天门等地点 都在这里可以寻到踪迹 栩栩如生 主峰与女峰是江苏省最高点 海拔六百二十五米 站在峰顶可以将大海尽收眼底 呈现山海相依 奇峭与开阔呼应对比的壮丽景色 二十三 春秋烟城 中国春秋烟城旅游区 位于长州市五禁区 是国内保存最完整 形制最独特的春秋城池遗址 有明清看北京 隋唐看西安 春秋看烟城的美誉 景区分为五大区块 春秋烟城遗址 烟城春秋乐园 野生动物世界 传统商业街坊和保林蝉寺 春秋烟城遗址 建于春秋晚期 是一座距今2700多年前的古城 古城分为三成三合形制 从高处俯瞰 城池的形状 像环环相扣的童心园 是国内罕见的奇观 烟城春秋乐园 是以春秋为主题的梦幻乐园 园内 有访顾王宫 珠子百家雕塑 可以了解春秋时期的历史 还能欣赏到编中表演水影秀等节目 24 惠山古镇 惠山古镇位于无锡市北塘区 西山与惠山的东北坡 京杭大运河靠北流京 以地理位置独特 自然环境优美 古祠堂群密集分布为特色 是无锡唯一保存完好的老街坊风貌街区 古镇的文化底蕴丰厚 历史文物林立 人文汇翠 又是无锡地名 无锡西山 三无锡的发源地 主要景点有两主西山县民遗址 春深军银马处惠山寺 龙光塔 既畅元天下第二拳 25 洪泽湖湿地 洪泽湖湿地景区 位于宿迁市四洪县 中国第四大淡水湖 洪泽湖西北部浅滩地带 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 生态系统最为完整的内陆淡水湿地 综合性旅游景区 景区一年四季皆有美景 春走芳草地 夏绕碧莲池 秋赏卢花黄 东关万鸟飞 正是洪泽湖湿地景区 一年四季风景最美的写照 每年有五十余万只候鸟在此栖息繁衍 由大湿地坐深呼吸 已成为景区最靓丽的名片 江苏25个美丽景区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